今天是报税的最后一天 各地国税局都将加班到今晚8点 还没来得及申报的民众 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不过如果利用网路来申报 只要在晚上12点之前 将资料上传即可 从明天开始申报起的案件 那就不能采取用 那个缴税局要委托出的方式缴税 不能用信用卡缴税 国税局也提醒 预期未缴款的民众 除了会被加增1%的质纳金 也只能到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 用现金来缴款 而从今天起 隐君子买烟又要涨价了 因为烟品健康捐 将从原先美包10块钱 调涨到20块 不过如果买的是库存的旧烟 就还是只收10块钱的健康捐 而主妇最关心的米酒价格 则从今天起调降 红标米酒将下沙到50块 口感则恢复公脉群时代的古早味 要是家中有旧包装的米酒 只要补20元的差额 就能换4瓶新米酒 因为新流感而全校停课10天的 台北县中和光复国小 今天恢复上课 有许多学童今天都戴着口罩来学校 而第一堂课就是卫教宣导 让小朋友对新流感有更多的了解 不过今天全台也新增 第13例的确诊病例 市民8岁的加拿大籍亚裔女童 经过隔离治疗之后 已经退烧 情况良好 你相信政府真的将民众的血汗钱 花在刀口上吗 明明有上议员的宣导经费 为何政府还要花钱买新闻时段 来宣导政绩 马总统曾经签署 不做政治资务性行销 但这样的现象却不断发生 如果政绩还要用新闻来包装 要民众辨别客观新闻 和政绩宣导的差别 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有个好话讲的 最后我是主持人丹信聪 今天是落这个收入税最后的一天 不知道你缴税了没 其实包括我在内 每一个人在缴税的时候 那心肝实在有点硬的硬 说实在我没有赚多少 是怎么落税金要落到那么多 那好些人要赚那么多 是怎么那么多结税的方式 其实有话有说之前也谈过说 有钱人是怎么结税 一般民众有没有好的结税方法 说实在能够省一块就是一块 可是我们缴了这么多的纳税的钱之后呢 政府到底是怎么用我们的纳税金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实际上他拿我们的钱去买买 甚至拿我们的钱来骗 我们就觉得国家金的金了 在520左右呢 其实很多媒体 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报纸呢 都大篇幅的报导说 马政府在这一年来 政绩到底是如何 当然有话好说 在520那一周呢 也做了一整个礼拜在检讨马政府种种的成果以及缺失 可是呢有一名资深的记者 他大爆料公 520呢很多媒体 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报纸呢 这些在吹捧马政府的政绩呢 通通都是政府花钱买的 政府花的钱当然就是我们的血汗钱 当然就是我们的纳税钱 当这个新闻可以变成商品在买卖 当记者成为是一个sales 成为是一个业务来去吹捧 他所谓的老板的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到底还能够相信谁 敢说所有的新闻的报道一切都是假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待 新闻跟广告之间的分析 今天有话好说 好好告诉你 政府以及媒体 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真相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台湾记者协会的会长庄峰佳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台大新闻所的副教授 王泰丽王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就是因为看不过 这些媒体这样胡乱报道 所以自己跑出来来当公民记者的林静堂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从能够从所谓政府 到底要怎么样让民众知道说 我们这些政策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政府要如何行销促销自己 我们欢迎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 纽泽逊纽老师 主持人各位党好 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在透过视讯连线 因为所谓的媒体观察基金会的董事长 管中祥呢 他今天是在嘉义上课 可是我们还是透过视讯的方式 来欢迎媒体观察基金会的董事长 管中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祥你好 画面还不错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到底为什么政府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资源 政府大可以自己花钱去买广告 大可以用节目上来去好好说明一下 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可是为什么政府偏偏要选择去买新闻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质疑就是说 是怎么连新闻都可以用买的 新闻不就是要报道真相 新闻不就是要监督政府 把到底政府做的哪些好的 以及做的哪一些坏的 让所有的民众知道 可是如果新闻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候 实在是说我们到底要向心上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报道 今天是报税的最后一天 各地国税局也几近不少还没完成报税的民众 因为如果明天再缴税 还要再多寄质纳金相当不划算 只是大家缴的税 政府都拿去做什么 盖桥铺路做公共建设 或是向公务人员的薪水 总统出访的费用 都是用人民缴的钱去支付 但其中还有一笔是拿去买广告 替政府做政绩宣传 过去的包括政府采用 使用的统一采购的 通路采购的这种 所谓的数字 大概都有几千万将近上亿的金额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都发现 其实政府是台湾自路性行销最大的买主 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 曾经将各部会的预算 都集中统一由新闻局采购 引起不小的争议 为此台湾记者协会等民间团体 还曾经在去年三月总统大选期间 发起联署 希望国民两党的总统候选人 都能够公开表态 当选后不会再对新闻 进行置入性的行销 当时的马英九总统候选人 也签署了这份公开声明 可是在执政一年之后 联合报记者以部落格写文章的方式 质疑各部会还在进行置入性行销 而从政府采购的网站上 也看到包括法务部 台湾烟酒公司 都在进行媒体的采购 其中新闻局更在今年初 才绝标了一笔超过 一千多万的98年宣导案 看来即使换了执政党 花钱买广告来宣传政绩的做法 却是没有改变 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大家对于政党轮替的期待是什么 可是我个人的期待就是说 政党轮替最大的意义 就是前政府所犯的错误 希望新的政府不要再犯 当然这件事情 包括媒官在内 很多媒改团体都强烈要求 不管是当初在竞选的民进党 谢长廷或者是国民党 现在的马英九总统 都不要再做对新闻的 置入性行销 我们找到一个证据了 在选前的时候 其实包括台湾季协 台湾媒官基金会 以及媒改社 还有传学斗等 不同的团体呢 就对于那时候 要选举的谢长廷跟马英九说 你到底还要不要再做 置入性行销 所谓的置入性行销 指的特别是在于 所谓的政治性对于新闻的 说到白了 就是去买新闻来 把自己那个 所谓的吹捧自己的政绩 那个时候呢 马总统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马总统说呢 他其实呢 在马英九肖万长 在96年12月10号的时候呢 已经所谓的 在新世纪台湾人权宣言当中呢 提出跟媒改团体 一模一样的主张 什么主张呢 马英九总统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承诺说 政府不得再进行 任何有政治目的的 置入性行销 也不得再从事 含有政治目的的政令宣导 要彻底落实党政军 退出媒体了 马总统表示说 他如果在就职总统 就是在一年前的520之后呢 他会责成行政院 要落实该项政见 也欢迎所有的媒体朋友呢 跟社会各界一起来监督政府 改善媒体环境 这个呢是清清楚楚 马总统的签名 当然还有肖副总统的签名 这是在97年4月16号 可是这两天 我们清清楚楚发现 其实包括新闻局 以及各部会 他也都承认说 自入性行销 到目前还是依然在做 我先请教一下那个会长 就是说 我无法理解 明明马总统说到一清二楚 绝对不能走 为什么这些部会首长 包括经济部 包括农委会 包括其他部会 敢公然抗命 我可以先说明一下 我们当初请马总统签署 这个声明的一个背景 事实上那在选前的时候 我们要求马谢两个阵营都要签署 可是你注意看在日期 他是到马总统是当选之后 他才签署的 我们在选前之后 那个现场庭那时候 就很快就签署了 可是马晋宁那时候他们的 坦白讲他们是推拖拉 甚至其中的管道之一 就是现在新闻局长苏俊斌 那其中还有另外的联络的窗口 甚至挂我们电话 就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 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也不一定 他觉得说以前民党政府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特别强调 要求他们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有 那他觉得这是要套助他们的 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承诺 所以一直到选后我们在催他 我们是把跟他电话联络的记录 都留下来 表示我们一直在催促 他要签署这个承诺 到选后他当选了他才签 而且这个声明也是经过 他们自己整理出来给我们的 还不是完全照我们给他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态度的过程 那我看苏俊斌新闻局长 他最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是说他觉得不要做得太难看 可是同样就做得太好看恐怕 那就可以嘛 做得好看就表示说看不出来 那就更自物性行销了